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0403瑞士规模7.2级强症重创花莲 造成了十几位相亲不幸罹难 获利县长许正卫和县政府团队深感不舍 今天县政府和玄门总会骨灌大道院 以及善心人士共同起见了花莲0403赠灾罹难者头期公德法会 藉由法会拔剑超度罹难者尊灵 愿离难者安息 生者安心 更祈愿神仙佛圣诸佛菩萨能够帮助接引离难者离苦得乐 学门总会4月8号从台中前往花莲 货运载运法会用品由南回前往 相关高部与亲生约40位人员搭火车前往花莲 9号在花莲殡仪馆起见头期公德法会 并且在上午10点敬拜公读书文 现任许正位刘福文旗 欢迎现任会副议长徐学义 其各界民代表一同出席上乡悼念 并向罹难者家属致意 期盼罹难者安息 家属早日走出哀悼 那欢迎现任会在第三天 就用这个组成了我们的灵河灵堂的部分 将我们的圣诞引到我们的灵河灵堂 那今天是同期 所以所有的家属几乎都到了 也在这里感谢我们的五官道道部 选择的师兄姐和师父来为我们今天的头期来做佛事 那刚才所有的家属也请大家非常非常虔诚来运送 然后等一下给这个所有的生命 还有所有的欢迎相信 就是希望有洪水的这个接引 让这个突然失去生命的这个家属 能够离补生命的消息 0403强阵造成许多家庭天轮破碎 欢迎现任务第一时间启动灾害医院中心 整合各局处全力投入就在工作 而灾后重建科普隆缓 并且在县佛大一坛开设0403正在联合服务中心 服务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 以及下午1点半到下午5点半 提供灾后咨询以及申请作业 报告灾害救助金发起 受灾互租金补贴 各项税金减免咨询 以及实务申请协助 陪伴乡亲早日回归生活正轨 记得教育观察不到 顶歌 顶